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为单亲妈妈 为了抚养两个孩子 过去曾一日工作16个小时 为了提升业绩 除了顾品质外 也要和客人搏感情 以稳定客群 品质第一 然后交际手腕 讲话是训练出来的 他们是男生就把自己当男生 跟他们互动 一生都给冰冷摊了 其实刚开始做很不好做 很辛苦 一个单亲妈妈抱着一个七八个月的银耳出来 然后你赚那些钱你还要补贴 家里也是租的 店面也是租的 小孩子还要奶粉钱 尿布钱 其实每个月都是不够 后来称到不能称就信贷 天无绝人之路 终于槟榔做起来了 然后慢慢把那些债还完 其实也是很累 槟榔对于一般大众来说 或许标签着蓝领阶级与种下阶层 但对于槟榔摊业者而言 却是他们撑起一整个家的绿色黄金 台湾从去年开始限制塑胶吸管的使用 有业者推出了用米做成的吸管 标榜成分天然可以完全融化 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 环保署在108年5月起 提出现用塑胶吸管政策 此政策也带起了使用环保吸管的风潮 但传统环保吸管的清洗问题 以及方便性 使消费者在使用上感到些许不便 另外在大众认知里 相对环保的止吸管也不易回收处理 而现在就有业者推出可食用吸管 可食用吸管除了可以食用外 丢了也能自行分解 接近百分之百不危害环境 而在台湾较常见的可食用吸管 是由米、水、油、盐所制成的米吸管 它至少能在冷饮里泡三小时 而不会变得软烂 很多产品它是标榜它可以分解 但其他里面有添加一些化学的产品 等于它只能分裂 它不能够分解 环保米吸管它就是化成米水 真的是可以分解的产品 它有特别的味道 它不会影响饼料本身的味道 可食用吸管在未来可说是一项趋势 但因为成本相较于其他吸管来得高 所以使用率并不普及 在推广上仍需要一段时间 目前的话我们店内使用是没有再增加价钱 要直接把价格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我认为应该是要再花一点时间的 我们应该是要一起培养使用环保吸管的概念 除了可食用吸管 市面上还有其他像是这一套要价60元的 可食用餐具供大众选择 期待有一天这样的餐具也能成为主流 减少地球的环保负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